各位朋友 最近又有一個人 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那泰出來表示 應該給台灣人 每個人一支步槍 那這個就可怕了 為什麼 因為以前一個人兩個人 而且都是有地位的人獎 這個人叫 他說我認為 前台灣 每個人都應該有步槍 這步槍把我們當作什麼 把台灣當作什麼 當作好像一個 阿烏漢 對不對 當作什麼 當作我們是 他們的遊擊隊 他不曉得 台灣人 聽到這些事情是怎麼樣的感覺 難道戰爭 真的到邊緣了 要拿到槍嗎 那各位你可以看看 美國人這些人的心態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有一個人來報 我是主持人董之聲 每個禮拜六 那我跟禮拜天 晚上九點 都是由我董之聲 在這邊為大家做主持 今天節目 我們在中間的YouTube 頻道 跟哽傳媒 都有雙開的直播 所以要很歡迎各位朋友 能夠雙雙來按讚 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四個動作喔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在這邊感謝大家的支持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會員 可以看到不定期的滑絮 也期望我們一起能夠積極 來加入會員 壯大監督的力量 歡迎這一集 小董 我來講那個耿耿心的 易董哥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台灣現在選舉很熱鬧 台灣選舉受兩個因素影響 一個國際 國際當然就是美國在裡面 推波助瀾 美國巴不得台海有戰爭 沒有戰爭也有糾紛 那也有糾紛 他就告訴台灣 你們很危險喔 你要跟我們買武器喔 美國就拼命推銷他的武器 所以現在很多人 尤其美國很多議員啊 州長啊 大家拼命到台灣 推銷他們的武器 推銷他們的農產品 所以其實 現在很多人到台灣 來是因為他們是金火商啊 那最近要來的這個人是 陸戰隊司令 他叫魯德啊 他5月初要來 來幹嘛 來住蔡英文母親節快樂嗎 不是 他帶25個金火商 要來台灣談買賣 你們買什麼 這個王董市長喔 他是做哪一個 台灣很吸腰這種 這個又是水泥很吸腰 來促銷 陸戰隊司令 一退休下來 就變成金火商的代言人 而且變成 金火促銷團的團長 各位 你知道現在美國的股票 漲最高的是哪幾家嗎 他叫雷神 那叫雷虎 雷神是賣飛彈的 就是愛國者飛彈 雷虎是賣無人機的 然後 他們當然還有好幾家 那我們其實可以知道 在台灣來講 都覺得說 我們在兵凶站圍 你在賺錢 沒有錯啊 美國就是靠這個 那如果把這一東西看了 你會發現沒有錯 美國真的 他們是一個金工教的一個國家 這個金工產業 金工產業就是 金火商 提供資金給政客去嫌棄 政客就是國會議員 參眾兩院 州長還有總統 你們嫌棄最大的金主 就是我們金火商 所以 當你們上任了以後 你們要去鼓吹各國打仗 打仗的話 我們的武器就賣得越好 簡單講就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別人是死人 我們是在賺錢數鈔票 美國是一個 錢世界最差勁的流氓國家 這國家不道德下流 他就是這樣 他才不在乎 我只要賺錢 購好生活就好了 我才管你家死多少人 他意向是這樣 那當然啊 我們非常清楚 美國這個德性啊 那因為他過去是 全球最高的搶錢 所以他想怎麼樣 別人即使不滿 也不敢怎麼樣 因為打不過他嘛 那他現在發現 有個人已經快超越他了 那就中國大陸 所以他就對中國大陸做很多 很不理性 而且很卑劣的下流的動作 那這個當然很多人看在眼裡 可是也是敢怒不敢言 那所以呢 所以他講說 中國大陸 要強了 我怎麼辦 他就 鎖死台灣的台獨政權 蔡英文 就你去跟他拨弄一下 最好你們兩邊有戰爭 如果中國大陸跟你打仗也有 那全世界很多人會同情台灣嘛對不對 那很多人就會支持台灣 提供台灣武器 那這樣打一打 中國大陸就會 就會比較打得比較衰弱了 然後全世界對他也不諒解 他也說你怎麼去打台灣呢對不對 所以 那他的經濟貿易 也會受影響 那國防的武力當然也受影響 因為很多炮彈就打掉了嘛 那美國最好 你這樣打一打 你本來快超越我了 現在沒辦法超越我 他用在俄物戰爭 對俄羅斯就是這個概念 那其實講這個 全世界大家都明白啊 但是我為什麼要再去重新的講這個呢 你知道 中國大陸跟美國會有衝突 最主要是從 前一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始 那特朗普 特朗普剛當選的時候 對中國大陸還算友善 他帶他的孫女 家人去中國大陸 孫女還表演 中國的歌曲 大家覺得好可愛 那後來呢 後來 因為他有一句口號 他說我要讓美國再度偉大 可是他覺得美國很多人沒有工作 很多產品 好像被中國導入超越 推 他就開始採集一個很強硬的 一個貿易 這個中美的貿易戰是 特朗普挑起的 那他覺得意猶威勁 他對歐洲也這樣 所以歐洲很多人 不信任美國也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甚至從德國撤兵 可是德國的總理不曉得他撤兵 他在中東那些國家撤兵 阿烏漢車兵 他的軍隊跟阿烏漢的軍隊 一起來對抗神協士 結果他告訴軍隊 我們走了 晚上所有東西都搬走了 第二天神協士 因為隔壁的兵營 一看 隔壁美國兵營怎麼一個人都沒有 沒有人知道 因為美國人跑了 這是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國家多麼不道德 多麼卑劣 那我講這個 有時候你看特朗普這樣坐下來 可是美國很多人覺得好高興喔 哎呀對對對 對中國大陸這種國家 我們就應該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狀態 那我講這個狀態 有時候看得很可悲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在競爭 競爭你就是要厚職自己的實力 今天譬如說你跑步都是跑第一名 阿中國大陸跑第二名 可是因為他養精細胃 常常鍛鍊 營養也吃得很飽很足 所以他快超越你了 那你應該怎麼樣 你應該加強自己的信念 對不對 不是 你是怎麼樣 你在趁他沒注意 等他再補充營養 在喝水的時候 在他水裡下毒 他跑到一半會拉肚子 你想的就是這種手段 那這個就不道德 而且是違規嘛 可是美國習以為常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樣 最可怕在哪裡 從特朗普時代 特朗普當美國總統 雖然他只當一屆 這次來勢洶洶 他跟拜登準備要再打第二場 本來有好幾個挑戰者 大概都是走很強硬的路線 現在美國所有總統 都走很強硬的路線 要對付中國大陸 包括拜登自己 那我們可以看到 特朗普最主要的 國安顧問 國安顧問就是 他所有跟國安相關 都是由他來做 那他們怎麼呢 他叫歐布萊恩 他來台灣 蔡英文頒獎給他 他說 像台灣這種情況 應該每個人 發一支 AK-47的步槍 AK-47是俄國人發明的 發明這個人叫 卡拉西尼可夫 為什麼叫AK A就是前自動 自動 K就是他的名字 K嘛 卡拉西尼可夫 那為什麼叫47呢 因為1947年發明了 各位1947年那不是 第二次大戰結束兩年後嗎 那到現在已經多少年了 這種武器其實是一個很老的武器 可是過去因為蘇聯共產時代 他提供給很多國家做革命 做遊擊隊 所以這種槍很好用 那我們這個歐布萊恩他說 應該給台灣這種武器 他不曉得這種武器 其實已經算是比較落後了 但是 他們就認為是這樣 我原來以為想說 這個傢伙窮兵獨武 也就算了 各位朋友 最近 又有一個人 那這個人叫誰呢 這個人是一個 共和黨的 總統候選人 那泰出來表示 他說應該給台灣人 每個人一支步槍 那這個就可怕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一個人兩個人 而且都是有地位的人講 這個人叫 拉馬什瓦米 那他其實就很簡單 他說我 認為啊 前台灣 每個人都應該有步槍 這步槍把我們當作什麼 把台灣當作什麼 當作好像一個 阿烏漢 對不對 當作什麼 當作我們是 他們的遊擊隊 他不曉得 台灣人 聽到這些事情是怎麼樣的感覺 他覺得 難道戰爭 真的到邊緣了 要拿到槍嗎 那各位 你可以看看 美國人這些人的心態 人人一把槍 是什麼意思 我敢講啊 金馬台澎 只有我自己有這個經驗 我們家小時候就是人人一把槍 我們的槍都掛在牆上 我們 左臨右射 大家都一樣 我們掛了槍 那時候叫七九步槍 還滿重的 我們在金門 我們那時候要對抗的是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曾經 坐船到金門來打仗 要把我們佔領 我們是最有這個經驗 所以我們家就有槍 我們槍平常去出招 去上課 去寫一些戰劇 七九步槍的刺刀很長 我們從小孩子 從我們的父母 他們那時候 我們小時候那時候武俠片很流行 趁爸媽不注意的時候 把他的刺刀 因為他刺刀很長 跟我們一般 後來的刺刀這樣不一樣 刺刀很長 像一把寶劍 我們偷偷帶出去 小孩子拿去打架 驚驚驚驚驚 哇好爽喔 寶劍在手上 諸葛四郎 後來有人打太用力就打斷 打斷不曉得怎麼辦 當然你要受到處分 後來台灣這邊的國防部門 其實非常不行 這樣在金門這個 刺刀的耗損力太大 根本還沒打到這樣 所以後來把刺刀冒收 槍繼續留著 我們小時候就是 牆上都是槍 每人人一把槍 聽到一個鐘聲 他鐘聲有代表的 聽到他打了誘 你在家裡聽到 趕快槍拿著 過去分配你的任務 你就在哪個巷口 你就在哪個碉堡 就每個人都分好了 一來你就去那邊鎖著 這個就馬上進入戰爭的狀況 那如果我剛講金馬台澎 金門馬祖是這樣 因為他比較前線 澎湖沒有 台灣本島也沒有 我們台灣每年都有一次 類似演習 表示如果戰爭來了 這個演習叫做萬安 講萬安的萬安 去年的萬安演習 台北市長還是柯文哲 柯文哲講 戰爭如果接近邊緣沒有關係 台北市我們的 岩壁的容量 可以到1200萬人 台灣2300萬人口 台北市可以1200萬人 然後很多人就去訪問 一些議員 然後一些議員 大家想要去哪裡 1200萬人是要抖到哪裡 你總要告訴我一個地點 譬如說我家住在台北市政府旁邊 那我今天碰到了 我聽到了 共機來襲的時候 我要抖哪裡 老百姓總不能坐在家等死 對不對 你一定要有個掩蔽體 防空洞或什麼 我如果家裡在台北市政府 無間我要抖哪裡 沒有人知道 問了很多議員 因為議員就在市政府旁邊 你們要抖哪裡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在台北跑新聞30幾年 我在跑的時候 市長是洗水得 那我都不知道了 一般老百姓 絕對不知道 絕對不知道 我敢講 這些議員 被問了也沒有人知道 他們跟市政府是很密切 因為他在監督他 那你所說一千兩百萬的 岩壁容量 到底在哪裡 對不對 就我一眼望過去 也沒有防空洞 像我們金門 我們是有防空洞 來的話 你要抖哪個防空洞 像我們家 我們家是自己挖防空洞 他會來檢查看你 夠不夠 夠不夠那個耐正力 小時候我們是在防空洞裡面 寫作業 因為單打雙不打 他打得很近 全家就抖到防空洞 然後點蠟燭 他打到附近 那個防空洞 因為以前並不是都是水泥一樣 上面壓很多石頭 很多泥土 所以泥土會稍微掉下來 那我們堂兄弟姐妹 就圍在那邊 我們寫我們的作業 然後就 咚 咚 就是這樣 我們金門話叫做 弄弄 叫弄弄 這個 不曉得怎麼寫 我這金門話就叫做弄弄 就是打過來的 弄弄 大概就是用聲音來起彈 那我是很有經驗的啊 那我知道我要抖哪裡啊 柯文哲說一萬兩千萬的位置 沒有人知道要抖哪裡 那這個就是失敗啊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戰爭來了 老百姓連抖哪裡的位置都不知道的話 這還什麼戰爭啊 我們是要知道位置 那我們的長輩如果戰爭來 像他炮彈打來 我們知道是普通發彈 我們就抖防空盜 那他如果來的話 真的來的話 我們知道我們要拿槍 我們去哪個碉堡 或哪個路口 哪個巷口 是我守備的位置 我們知道 這個就叫做有信念啊 對不對 平常有在那個 然後要求你多久時間到 那個是很重要 對不對 三分鐘之內你必須到哪裡 那就是 這是一個言言 我們是老百姓耶 我們老百姓都這樣了 驚人就可想而知 他一定要求更多 因為他是職業的嘛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話 你就知道 那什麼叫戰爭啊 那台灣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是最知道 可是台灣 顯出蔡英文的那些人知道嗎 他們顯然也不曉得 他們不曉得戰爭的可怕 你看台灣有個很有名作家 叫龍英台 他投書《紐約時報》 最近投一 他說他朋友簽喔 只是在討論要不要開戰 有一邊覺得就來打嘛 有一邊覺得不要要和平 他已經炸鍋了 都結列了 龍英台是台灣相當知名的作家 而且他當過馬英九時代的文化部長 馬英九當台北市長的時候的文化局長 那 他過去都住在歐洲 他出過很多書 那他的書我都看過 那他其實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他在台灣長大 出生長大 在台灣是成功大寫外文系 大家喜歡寫作 他寫的東西 在台灣都引起非常大的震撼 最有名的一本書就叫做野火集 野火 南極一片野火燒起來了 他用很多思考的方式 告訴很多人 他點出這個問題 大家說 對龍英台講得真不錯 所以那個書就一直賣 賣得非常好 那他當然寫過非常多的書 乾杯吧 托馬斯班 孩子你慢慢來 然後寫過了目送 眼睛在送的一個長輩 大江大海 寫兩岸 那時候 戰爭以後 很多外省人跑到台灣 他沒本書我都看過 可是他寫這個時候 哇 的確是 不只他啦 我周遭也有一些朋友 那 支持民進黨 支持台獨人 就是來打馬 就跟美國那個嘴臉一樣 你們是沒經過戰爭 那前 金馬台澎最不想打的 就是金門人 因為這些年來 只有他真正打過仗 馬祖也沒有打過 只有金門真正打過仗 金門從1949年來 打過三場戰爭 一個叫做古靈頭 那是1949年 1950年 又打了一場叫大二坦戰爭 然後1958年 就是823的炮戰 所以金門真正是打過仗的 他們最不想打 每個人都有 長輩都有親戚 被打死 但 因為那是一個 國共內戰 一個戰爭 你最不想打 那我們可以看 金馬 台澎這些人裡面 跟 中國大陸最有仇的是我們 我們很多親戚被打死 對不對 第二種有仇的就是外省人 他們從1949年 從大陸 跑過來 他們那時候可能是 軍人或者他們 因為家在 後來因為跑過來了 那他們的家屬 或者因為他們家屬 有人受到報復 或怎麼樣 所以他們應該是有 或者那時候 國共內戰他們打輸了 他們有點仇恨 但是沒有像金門人這麼嚴重 其他人跟中國共產黨 是沒有仇恨的 你有什麼仇恨 你有家人被他打死嗎 你的房子被他拍賣嗎 被他封查嗎 沒有啊 那些都是假裝為了政治的目的 那些人都是那種台獨 還有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們是坐享其成 國民黨來的時候 他擁抱國民黨 日本人來抱著日本人 就那些人 那些是什麼人 你只要看他們家族有沒有改姓 比如說蔡英文的爸爸 日本人來 他幫日本人修飛機 日本人飛機 去轟炸中國大陸的中國人 老百姓 大家知道 那後來日本戰敗了 他就回來 他就開修車廠機械 修車廠那時候 因為國民黨所掌控的金馬台風這裡 就跟美國有一個協約 因為那時候 國民黨的政府代表的是中國 所以那個協約叫中美聯合協約 美國幫金馬台風這邊鎖住了海峽 那美金那時候在打一戰 所以他們很多部隊休假的時候就到台灣來休假 那整個台北市的中山北路 都是美國人 休假的美國人 那邊都是酒吧 那都是台灣的一些貧窮的女孩子 來這邊當巴尼 所以也生很多小孩啊 後來這小孩怎麼辦 因為美國爸爸這個兵可能就回家了 或者他戰死啊 很多這樣的小孩怎麼辦 台灣有成立一個 民間人士成立一個叫賽珍珠基金會 所以你要在台北有時候看到這個人長得有點像外國人 可能是他爸爸就是美國人 以前碰到這種就很少 所以有些人的綽號就叫阿刀阿 阿刀阿就是外國人 就是外國人的台語啊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他有那個連帶啊 你就知道戰爭 知道整個過程 可是對台灣來講 想打仗的那些人 其實他們是不會有人力打仗 他們在台灣是當權者 他們只是用這種戰爭的氛圍 然後來對他們自己台獨的主張 好像或者對民進黨的執政權有一些幫助 那我為什麼特別跟各位朋友講這個 我講說 你不要被這些人每天講他是愛台灣 他們愛的是台灣蔣經國時代 賺很多錢 這些人都在撈錢 他們沒有愛台灣 他們沒有人為台灣獻過生命 我的祖先友啊 活生生的對不對 他們沒有啊 那很多人愛台灣是什麼 是像蔣經國這樣 像蔣介石這樣 蔣介石的部隊帶領國民黨的軍隊在金門 他那時候是真的跟中國大陸在搶地盤在對抗 蔣經國建設台灣 他創立了台積電 他鼓勵王永慶 王永慶本來要做玻璃廠 他說你不要做 你應該做塑膠廠 塑膠是我們將來很需要 所以台獸變成民間最大的生產公司 現在台灣最大的民間產業就是台獸 台獸有蘭化有台化什麼對不對 就可以看到整個台灣的很多產業 兩百多萬人是靠台獸的下游啊 不得了 為什麼 台獸說那我的來源怎麼辦 他都沒關係 我們中國石油公司 政府經營的中國石油公司 會嚴嚴不斷提供給你 提供什麼 中油買的原油進來 要去提煉 提煉可以提煉三百多種東西 裡面有一種東西叫做石油 你可以加油的 汽油 到最後提煉剩下的東西叫什麼 叫柏油鋪馬路的 其他中間呢 可以做塑膠 做保特品 做衣服 做紙張 什麼都可以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石油的鹽油這麼寶貝 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有第一清油類結廠 哇生意很好 又開第二 又很好第三 第四 第五 所以中國石油公司開了五家清油類結廠 那台獸說那我也來做啊 我去中國大陸比較便宜 國民黨政府說你不要去 你還是讓台灣的產業很需要啊 讓下游的人繼續 所以你留在台灣 我們弄一塊很大的地方給你做 這個地方在營營就是六親 各位知道吧 所以六親就這樣來的 台獸六親 他讓很多原住民在那邊讀書不用錢 然後你讀完以後你可以來我們這邊工作 所以 這個 讓本土的人有工作 這就是目的就到了 這些都是蔣經國時代做的 各位朋友可能不知道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一件一件的拿出來的話 會發現說 其實過去很多人在建設台灣 這個才叫做愛台灣 那現在很多人在撈台灣的錢 這個是嘴巴講愛台灣 其實是愛台幣 就是民進黨那些貨色 所以我把這東西零零總統講出來 你會覺得說 沒有錯喔 的確是這樣啊 是 那各位朋友 說穿了喔 我在講 當你從很多現象來看的話 台灣 台灣喔 其實我們這些年來的割裂 對某些人是有好處的 就像龍英才的悲憤 那龍英才說 我周遭 因為會成為龍英才講的這些對象 他說我的朋友 有人主張戰爭 有人主張和平 他說戰爭之前 誰不希望能夠和解和平呢 怎麼會有人一直希望戰爭 是 我跟你保證 那就是獨派的 他喊打喊殺 他最早跑 我不騙你 那全世界沒有人不希望和平 包括哲倫斯基 誰不希望和平 全世界最不希望 俄國跟烏克蘭不要打仗和平的 就是美國人 因為你們不打仗 我就沒有錢了 我的武器就賣不出去 美國人是一個 激辛顯樂 所以龍英才為什麼要去那裡投書 你說龍英才投書 為什麼紐約時報會登 我告訴你 龍英才 在還沒有到滿久 台北市政府當文化體黨 他是住在歐洲 他幫歐洲五家最有名的報紙 寫專欄 那時候 他要來當的時候 我嚇一跳 你知道嗎 因為那是我的獨家新聞 到現在新聞界都 哇 董哥你怎麼那麼厲害 沒有人知道 真的 龍英才要到台北來當文化體黨 全世界只有兩個人知道 沒想到你是第三個 沒有錯 其實我猜到了 我是猜到看很多跡象 我把它寫獨家 因為龍英才是中國時報 駐歐洲特派員 我那時候在聯合報 我跑獨家 中國時報總編輯很生氣 指責龍英才 你不夠意思 你是我們特派員 你都不告訴我們 結果給對手報獨家 因為中國時報總編輯我也很熟 套他實在很氣 怎麼可以這樣 龍英才更氣 我怎麼會 會讓對手報寫到獨家呢 他後來問過我 他說我怎麼會跑到獨家 我說因為你那時候 根本不想來 你問了你一個好朋友 但你沒有說你要來 你只問說 跟馬航九相處的話 好不好相處 馬航九這是人品怎麼樣 因為他幫五家歐洲的 主要媒體寫專欄的時候 他的收入是高過文化集長好幾倍 但他想說 我每天在批評別人 我來做官來看看 我自己能不能 實現我過去一些想法 可是他又不認識馬航九 所以他問他台灣一個朋友 他這個朋友也不認識馬航九 可是他認識我 他打電話給我說 小董 馬航九到底怎麼會好不好相處 馬航九這個人就是怎麼樣 好壞我都講 但是基本上馬航九是一個精子 我這個朋友過去在故宮伯苑服務 他是一個藝術家很有名 他叫楚歌 我乾脆一集講出來 楚歌已經過世 可是他跟農業台很好 楚歌本性姓岩 岩世凱的岩 所以我們朋友籤 他年紀大我很多 至少大我四五十歲 因為他是外省老兵 我們朋友都叫他岩寶 因為他喜歡耍寶 姓岩喜歡耍寶就叫他岩寶 他的話很值錢 各位不要小看 他的楚歌 鋼歌的歌 宋楚瑜的楚 各位你只要上網 就看這個人不得了 我說 顏寶寶 你問這個幹嘛 他說我也不曉得幹嘛 因為有人拜託我問一下馬航九的人品 我說誰 他說榮英台 哎呀 原來馬航九偷偷要找榮英台 我那時候靈光一閃 然後我就想說馬航九跟榮英台有什麼接觸 我就想 我就把馬航九形成這樣拼錯拼錯 我就知道原來馬航九是要找榮英台 所以我就勇敢的發出獨家 然後市政府承認 整個市政府市長被包圍密密麻麻 市長 你為什麼會找榮英台 所有媒體 全台灣所有媒體都來問 因為榮英台是台灣最重要的 排名第一 沒有第二 排名第一 我不騙你 然後大家 馬上有 又去 很生氣 非常生氣 怎麼會有人知道 他不曉得 榮英台是全台灣第一作家 全台灣第一的記者就是我 他不曉得 那當然是一個快樂的往事 現在想起來 也不錯 有一天榮英台從金門 坐船要去下門 船坐到半海 他就想起 哎呀 我到金門了 我怎麼沒有跟小董打個詐呼呢 他就打手機來 小董我在你們金門 不過我已經快到下門了 然後就 拍影片給我看很得意啊 很得意啊 我說 祝你旅途有快 不要再 不要再 把錢都掉了 他有一次去廣州 錢都掉了 被爬光光了 那時候大陸剛開玩 我講大陸也有很多爬手 那個年代 那他 我說 像你這種人就笨 他去喔 他想說 我自由行 就帶一個地圖在那邊看 人家看 這個外地來的 這個一定比較有錢 東西爬走了 他還不知道 錢包什麼都不見了 你知道 爬到什麼 爬到連地圖都被偷 然後回來跟我講 我說 你這笨蛋 怎麼可以 有你怎麼笨的人啊 那當然那是一段往事 各位朋友 來這邊說給大家笑笑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